你好 欢迎收看8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中国禁止台湾文旦柑橘类进口使得今年中秋节文旦柚的产销压力很大 不过农委会的主委陈吉仲他指出最大压力反倒是产销节气其短 因此他宣布今年花莲加工大果收购要超过1100公吨等措施 协助农民产销文旦柚活品 中秋节的应景水果文旦柚 今年受到气候影响全台减产一成来到7万公吨的产量 即便如此国内外产销压力并未降低 8月初大陆预警禁止台湾文旦柚等柑橘类水果进口 原本外销大陆将近4780吨的文旦柚 现在通通回流到台湾市场 也使得今年秋节文旦产销压力三大 我已经有宣布花莲地区至少可以启动加工果收购超过1100公吨 这等同占所有花莲文旦的产量的十分之一 主委陈基仲出席 花莲农改厂在瑞瑞文旦又产区所举办的 文旦加工量产技术发表会现场指出 今年包括收购花莲1100公吨的文旦大果加工在内 全台会有超过3000公吨以上的收购量之外 也积极开办农业保险 协助地贯设备及跌力贷款 做农民最强的后盾 我们会积极地开办农业保险 让所有的文旦农的收入有一定的保障 第三个因应这种极端气候 尤其是干旱 我们全部的会协助精准的滴冠设备 每户农家可以申请40万 几日起到农水署各工作站来申请 花莲文旦又种植面积约1000公顷 年平均产量多达1.6万公吨 占全台种植面积约四分之一 今年大陆禁止文旦柑类类水果进口 如何解决今年中秋节文旦产销问题农民高度关注 主委称其重则指出 最大的压力反倒是产销节气其短 因此农者单位提出相关产销辅助措施 也呼吁国人文旦又丰富的膳食纤维 是一个营养价值高的水果 不管节前节后也鼓励国人多多食用 以实际行动支持台湾的农产水果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 你是玉兰瑞采访报道 农×iv